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免不了被人冤枉 受一点委屈 这可能是我们活了这么多年 几十年下来一直都有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但是现在呢 有一位小女孩被冤枉了 店主说她家这个时候小女孩偷了她的胶带 一卷小小的胶带 爷爷相信自己女孩的孙女的孙女 所以坚持说没有偷 而这个店主说偷了 我的监控上也有了 然后报警之后呢 警察来看见 结果是小女孩呢 是真的拿了胶带 但是后来又放回去 所以这个店主呢 为自己的冲动和不文明呢 付出了代价 于是很多人 很多网友网报这位店主 店主不得不出面来澄清和这个道歉 其实这件事情是小事一桩 但是网友们觉得不能够放过 所以很多人祝他早日关门 其实这没必要 每个人在这件事情上承受一点 应该提升一点 都是好事 不要认为受伤害 受伤害了就怎么怎么了 受了伤害 可能也是一种提高 既然能够证明 能够改正 我相信一切都是往好的方向的 所以也呼吁网友不要网报人家 如果这个人承受的 感谢观看